再带你看到台湾重要国家级的湿地之一 光复乡马太安湿地园区 湿地休闲农业观光产业蓬勃发展 而农会就与在地的农民合作 今年度在园区是广植了桥灌木、花卉及石草蜜园植物 来提供昆虫鸟类栖地 也营造修区的生态多样性 走在湿地园区木栈道上 前来户外教学的学生们 在导览解说员的带领下 足以认识湿地里的一草一木 这里是马太安修区的日常 光复乡马太安湿地为重要的国家级湿地之一 动植物生态丰富多样 在农政单位与在地部落族人、农民的努力下 湿地生产、生活、生态、人文等面向的休闲农业 观光产业蓬勃发展 为了营造修区生态多样性 光复农会在修区共识下 市地种植桥灌木、花卉及石草蜜原植物 提供昆虫鸟类、栖地环境 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我们种植了非常多的灌木、桥木 还多年生的一些植物 希望我们的马太安的生态会更好 藉由这些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蜜园、蝴蝶 让它的修区的内容更丰富 让那边消费者可以认识更多的生态、植物 所以这次我们种植了非常多的多年生的桥木、灌木等等的一些花卉 希望整个环境会更好 让这边的消费者到马太安市地可以一个更舒适、更好的环境 胭着木栈道、池塘小镜两旁 种植山香园、小梗木浆子等十多种大小桥木 山黄枝、火铜树等六种灌木 以及碎花木栏等多年生草本、藤类等植物 农会三巨头今天上午也逐一到场验收勘查 期盼假以时日、马潭修区也能呈现鸟语花香、形形向荣的自然环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